玩玩具 我天啊 這算是開箱嗎 Use your brain 我已經在動我的頭腦了 你看我們現在玩麻將不是很好 洗吧打碗不是更簡單 撲克牌不是更容易 對不對 大家好 我是阿力 我們今天要幹嘛 沒有腳本 沒有腳本 那我今天要幹嘛 我今天要玩玩具 玩玩具 在哪裡 玩玩具 我天啊 這算是開箱嗎 開箱嗎 開箱 好 我們去年11月到現在半年多吧 第一次開箱 很難嗎 開箱啊 不會是什麼半家加酒 還是什麼樂高 最好是可以開箱什麼麻將 麻將我就很在好 還是什麼十八刀 這些我都OK 唉唷 這個是 芒果嗎 剛剛我現在最中心 什麼 什麼 Puzzle 魯斑鎖 魯斑鎖也稱作孔靈鎖 八卦鎖 別門棍 六子連方 莫奈何 男人目等 不用釘子不用繩子 靠自身結構的連結 只稱 具有奧妙的數學和物理 完了 國中數學物理化學 我整個沒有幾個貨 根據電腦統計 六根約三千五百萬的可能排列方式 但我真的覺得它很像 什麼樣 你們不覺得嗎 很像芒果 好特別喔 今天第一次開箱 我連解答我都不要 我相信我 我可以把它解出來 雖然這東西我真的是第一次看過 因為它很像我們以前 你知道小時候玩那個 那個也算是雞木吧 嘀嘀樂那種有沒有 然後抽那個 木棍那個 來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造型我蠻喜歡的 會讓我想到那個 埃及金字塔 雖然是差很多 但我覺得它很有 很有科技感 這個 八角球 12345678 八角球應該是這個 這是八角球 梅花鎖 來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還有這個 然後還有這一個 我剛剛應該先好好研究它一下 但是它有點解體 有人玩過這個嗎 所以就是一個鎖的概念 最後一個要鎖住它們 最後一個要鎖住它們 欸 好像有感覺了喔 好像有感覺了喔 是這樣嗎 這樣嗎 欸 真的很不容物欸 欸 真的很不容物欸 欸 真的很不容物欸 怎麼會 欸 超難欸 Use your brain 我已經在動我的頭腦了 Exercise your patience 真的需要耐心 老年痴呆嗎 你從小玩抑制玩具的人啊 發病率不到普通能1% 40歲玩抑制玩具的人 發病率是普通的12% 12% 我輸你40歲了 哈哈哈 不是 我就問 第一次開箱為什麼 開的這麼困難的東西 因為你都會講懷舊類型的東西啊 哦 所以是懷舊 它應該要先有一個支點 魯斑啊 魯斑 古代人都玩這麼複雜的 你看我們現在玩麻將不是很好 洗吧打碗不是更簡單 撲克牌不是更容易 對不對 將一個魯斑鎖打開比較容易 但是要將它們插入組合起來 需要一定的空間思維能力 空間思維 和足夠的耐心 有些耐心我有 魯斑鎖的一條棍中有凹去的空間 因此當它們穿插在一起時 它們的整體結構的中間是十星的 通常會有一根完整的條棍 要最後一個插進結構 插進結構 所以鎖住結構這個條棍叫鎖棍 就六個棍而已 然後我到現在兩個棍都還沒弄起來 兩千年後 你知道我在等你嗎 我是目前組成的一個這樣的感覺 它一定可以 它一定是要有一個基底 穩住它 不然你手沒辦法 因為它是一個 就是猩猩的形狀 所以它只有六根 那我這樣組起來 應該也要一個猩猩的形狀 欸 好 高興太早 讓我擠進去 我剛這怎麼進來了 你們老師很厲害 OK 還沒 還有一個 天啊 我有耐心 這真的需要耐心 我現在已經找到 就是它那個五根怎麼組合 但現在就是差那一根 你看它可以滑 那可以滑的時候 我是不是也可以滑進去 所以可以這樣滑進去 那我再滑一個 我再不小心這樣滑進來 是不是就 假的有點乖乖 我沒有別的意思 因為它就是一個角度 你就是真的要插進去 然後外面這邊要拔出來 然後 YES 各位觀眾 MAGIC 不要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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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第二個 這個應該是 魯班球吧 除非它自己閃掉 要不然你現在要解開真的 這個多少錢 幾百塊 喔 幾百塊 我自己再添一點 然後買一副麻將 這樣不是很好嗎 對不對 找個三五好友一起來 玩麻將 你到底有多愛打 哇 真的很壞 我跟你講一個故事 我小時候就是 小時候都阿嬤帶大 很小就背在後面打麻將嘛 然後三歲 阿嬤就像我帶我上卡龍 我大概十歲的時候 我就自己跟他們長輩玩 然後我阿嬤在後面教 好 唉 貪心耶 對 這有沒有場外救援可以幫我拆一顆 我看你們會不會拆 你來試試看 這個遊戲就是 你會拆 你不見得拼得回去 你會拼 那你不見得會把它拆開 這樣算完成了嗎 讓我們互道 一聲晚安 怎麼辦 太難了啦 我覺得連看解答都很難 真的假的 對 所以我就可以讓你看 我看一個真的好 這誰看得懂嗎 你看你有解答 你也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解得出來 你是B阿 我現在就是總共有六顆 六個角 然後我按照他的這個 給的英文字母跟順序 他這個解答真的 也不是一個好解答 哈哈哈哈 我可以放棄嗎 我就說 你就算他給你這個解答 你也很難拼出來 天啊 我跟你講真的太難了 我現在完全就是解不出來 就算看了這個解答呢 真的還是解不出來 那今天我只解出一個八角手 還是蠻值得慶祝的 其他五個呢沒有解出來 沒有關係 我回去我會好好的把它拼起來 如果你們有玩過 並且你們有解答出來的話 歡迎你們拍個影片 並且呢可以發到IG 檢查給我 就像他上面說的 你要一個很好的頭腦 而且你必須要非常有耐心 我是很有耐心的一個人 但是我不想拍到晚上 我現在肚子超餓的 可以幫我走了嗎 可以 感謝大家這麼耐心的 看我完成了這個 沒有完成 看我這麼努力的開箱 好不好 我知道你們也看得很痛苦 但是我自己玩的 其實是蠻開心的啦 然後雖然解的困難中真的是 差一個差兩個 希望下一次呢 我們再來開箱 不一樣的 比較好玩的一些遊戲 來讓大家知道 好的喜歡我呢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是阿力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囉 掰掰 繼續